刷刷刷,想爬牙好像我那樣健康兩百 除了日夜刷牙,不要偷懶之外 還要選對牙膏 選擇月刊最新測試30款成人和兒童牙膏 發現牠們的成分隨時影響牙齒的健康 選牙膏要留意牠們的酸鹼值 如果酸鹼值太低 再加上本身刷牙這個動作的話 有機會會令牙齒的髮狼質溶解 分分鐘令牙齒的表面弱化 越刷,牙牙會越受損 留意按內地標準 牙膏的酸鹼值應該在5.5至10.5這個範圍 如果口腔的酸鹼值是低於5.5的偏酸環境之下 牙齒的髮狼質有機會被溶解 測試中這三款兒童牙膏樣本的酸鹼都低過5.5 未能符合內地要求 如果選用偏酸性的牙膏 再加上牙刷磨擦牙齒 有機會弱化牙齒的表面 甚至造成磨損 不少牙膏都標榜含有Fluoride 固化物 這種物質可以鞏固牙齒 抑制牙菌膜滋生 對小朋友牙齒成長尤其重要 6個月至6歲的小朋友 正處於牙齒形成的階段 定期攝入固化物 可以令牙齒更加堅固 防止住牙 不過測試發現 有兩款聲稱含固的兒童牙膏樣本的忽含量 低於內地標準要求 如果長期使用忽含量低於標準的牙膏 有機會不能為兒童提供足夠的口腔保護 今次測試發現 有超過八成半的樣本 就是檢出有微量的重金屬、身和圓 雖然他們的檢出量都沒有超標 但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重金屬可以積聚在人體裡面 如果長期攝取無機身 有機會導致外周血管或心血管疾病 以及高血壓 而慢性接觸員 可以影響兒童的神經發育和智力發展 亦會導致成人血壓上升 應該盡量減少攝取 而測試中有七款牙膏樣本檢出身 以及二十六款檢出緣 值得關注是 今次測試超過九成的兒童牙膏樣本 都檢出微量重金屬 這幾款的樣本 更加標示為三歲以下嬰幼兒都可以使用 建議家長在小朋友刷牙時 從旁指導盡量減少幼兒 因為誤伏而攝入重金屬的機會 測試中有超過五成的樣本分別檢出 這兩款香料致敏物質 部分更超出歐盟上限 小心 認住丁香油分和檸檬汐這兩種過敏香料 有海外報告指 小部分人會有接觸性皮炎 或是後腔潰爛等的嚴重反應 今次不單止超過一半的樣本檢出 這一種的成分 部分樣本更加是無案要求 在包裝上標示這一個成分 曾經有敏感反應的人士 最好避免選用含有這兩種過敏成分 或者有這類治癌的牙膏 以降低治癌的風險 讓我再給多些選擇牙膏 和日常口腔護理的小貼士大家 每日至少刷牙兩次 但是過度頻密地刷牙 亦都會磨損髮囊質 以及刺激牙銀 容易令牙齒感染和發炎 部分美白牙膏含有微粒 加上硬的刷毛 又或者太大力地刷的話 可能會損害髮囊質 甚至乎造成敏感牙齒 平時用牙線 又或者是牙縫刷清潔牙銀和牙齒 有助減少牙石的形成 想知道更多關於選用牙膏的貼士 一起看第552期選擇月刊